第221章丧心病狂 碧雪宗驻地往北约50里的位置 有一处山谷 山谷中一个巨大坑洞 赫然是一个虫洞 与碧雪宗那边的情况一样 这山谷已经寸草不生 就连地皮都被刮了好几层 山谷之中处处可见虫雪干和厚的碧绿色彩 还有一些没收式的断枝碎肉 附近的一座山峰上 碧雪宗数百修士在此地悄悄埋伏着 一个个心情忐忑又紧张 半日前 大家明明在虫巢里愉快轻松地刷着功勋 结果忽然被花瓷带到了这个地方 紧接着陆叶也赶了过来 这显然是要搞什么事 众修士隐隐察觉到了自家镇守史和副史的意图 说不紧张哪是假的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唯一参与的大规模行动就是刚处理掉的虫巢 好在有了之前的经验 各小队之间多少有了一些配合的经验 从朝他们都处理过来了 还怕了眼下的阵仗吗 山峰扶来 重修静谧 陆叶悄悄朝那山谷中打亮片刻 皱眉不已 怎么还没出来 他走之前 天煞殿那边明显有不知的迹象 按道理来说应该早就出来了才对 除非他们又稳住了阵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主动出击了 趁着天煞殿休士与虫族基站的时候 给他们来一个热情的被刺 将地下那些天煞殿的休士杀干净 顺便把人家的虫巢也处理了 一举两得 不过这么高有不小的风险 在那种不算宽敞的地下通道中基站 几方很容易会出现大量伤亡 所以陆叶更想等天煞殿的人退出来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只要堵住那个坑洞口 碧雪宗这边就能跟虫巢形成配合 两面夹击 把天煞殿的休士痛宰在坑洞之中 花瓷 下次咱们得小心点 不能只顾头不顾定 陆叶又有些感慨 因为他发现天煞殿这边是留了几个休士在洞口处的 如此一来 这边有任何异常 他们都能及时查探 传讯其他人 反观碧雪宗这边 重朝来了 全宗休士清朝而出 整个驻地一下子变得空荡荡 之前入虫洞的时候也是如此 根本没有人留守在外面 花瓷在他旁边永远地瞪了一眼 我有种蘑菇 那就好 陆叶心头大定 战场印记忽有动静 陆叶连忙查探 眉头一扬 来了 紧熙是依依传来的 自从长教将依依也收入为碧雪宗弟子之后 依依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战场印记 她是灵体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由时化虚 来无影去无踪 最适合在这种局势下去刺探情报 之前陆叶带她过来的时候 便让她深入地下去查探情况了 苦等良久 终于等到了一一的讯息 她猛地起身 翻身上了白虎 一把将花瓷也拉了上来 低喝道 走 琥珀卖足飞奔 直朝山下冲去 狂风扑面而至 吹动花瓷的秀发 两人身后 碧雪宗数百修士乌拉拉蒂跟随而来 没有高呼呐喊 可几百修士一起行动 声势还是极为惊人的 这些修士很多人都曾受到过附近两个万魔领势力的欺压 不少人的朋友甚至因此而死亡 对附近的天煞殿和逢侍 他们自然痛恨入骨 哪怕没受到过欺压 天生阵营的对立也不会让他们生出什么同情之心 奔至半山腰 陆夜忽然蹲在了虎背上 在花瓷耳边喊了一声 我先行一步 这边阵势太大 很容易会被那几个徘徊在虫洞口的天煞殿修士发现 以防他们传递什么讯息出来 所以得在那之前杀了他们才行 灵力催动 背后一双火红色的翅膀张开 陆夜化作一道红色流光潮 那边飞去 守在洞口处的天煞殿修士只有五人 此刻都有些惊慌失措 倒不是发现了碧血宗来袭 而是他们在与虫洞中的师兄弟联系 得知那里面的情况很不妙 如今本宗修士正在且战且退 大概快要退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 一个面色白净的男子嘀咕着 不应该啊 天煞殿处理这样的虫巢已经很多次了 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哪怕每次都会出现伤亡 可基本上都能处理妥当 但被重巢打退 这还是头一次 据刘师兄说 重巢不知怎的忽然变得猛烈了许多 这才出现了变数 扑通 一人跪倒在地上 泪流满面 轻轻拟拦了一句 孙师妹死了 紧接着他以头呛地 孙师妹死了 正做阿郭师弟 死的不止孙师妹一个 孙师妹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郭师弟猛的起身 便要朝虫洞跳去 双目雪红 我去杀了那些臭虫 旁边一人赶紧拦腰抱住他 不要乱来 何蒙师兄已经带人在返回的路上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接应他们 那是什么 有人忽然惊呼 其他人顺着他的望去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边一道火红色光芒症迅速飞掠而来 眨眼就到近前 光芒一脸 露出一人身影 几人一时正住 因为那火红色流光 赫然是来人背后的一双灵力翅膀 紧接着让他们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来人手上捏住一道流光 流光掠起 穿花蝴蝶一般穿过他们的身躯 鲜血飙飞 几个天煞电修饰有一个算一个 齐齐扑道 露叶背后的翅膀散去 轰然落地 无柄短刀飞回 被他收起 还好 没有任何消息被传出去 他来到重洞口一瞧 下方黑曲曲的 看不真切 他俯下身子 将耳朵贴在地面上 隐约听到轰朦胧的声响从远及近而来 眉头皱了下 回头去看 发现来的是自家的修士 骑着琥珀的花瓷第一个到来 迅速在附近种起蘑菇 体修兵修往前站 保护好身边的法修 不要急着出手 听我号令再出手 还有 千万不要掉下去了 掉下去必死 这边才刚安排好 依依便从附近的地面上钻了出来 好多人头一次见到依依这等本事 都惊奇不已 来了 依依站到陆夜身边 轻喊一声 重洞下方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伴随着一阵阵交锋的动静 是天煞电的修士顺着那一条条通道逃出来了 快上去 有人在下方怒吼 动作都快点 重洞四周垂落下去的绳索忽然崩直了 随着绳索的抖动 一道道身影迅速从下方攀登上来 十几丈的高度 修士们爬得还是很快的 第一个修士爬到了洞口处 焦急喊道 快拉我一把 这般说着 把手伸了出来 没人拉他 那修士抬头一看 只见面前站满了人 居高临下地府看着他 咱们有这么多人留在上面 这修士脑海中不免生出疑问 还有 这些人怎么都没见过 他们为什么都举起了灵气 灵力涌动 龙铃都隐约可见的火龙咆哮飞舞 伴随着一声沙字的落下 四周一道道 竖法和灵符之威开始绽放 不会竖法 没有灵符的 便举起灵气朝 攀上洞口的敌人斩去 惨叫声瞬间响起 一个又一个修士的尸体 朝下方跌落 就连那些正在往上攀爬的 修士们也没能幸免 仓促而起的变故 让天煞殿修士们惊恐不安 谁也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便有人高呼道 是好天蒙的人 会在这里埋伏他们的 也只有好天蒙的人 至于是哪一家宗门 不清楚 因为这个时间点 几乎所有的宗门都在处理重巢 谁还有空去埋伏别人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 侥幸存活的天煞殿修士绝望了 好天蒙的人在上面埋伏 他们身后还有大量重足追击 如此两面夹击 哪还有什么火路 临近洞口的一个通道中 一个手持长枪的兵修正在浴血奋战 此人乃是天煞殿驻地镇守使 和蒙 其曾经修士 开窍130多 此前重巢忽然变得猛烈 将天煞殿原本的部署打乱 逼不得已他只能下令 让自家修士且战且退 虽付出了一些代价 可总算安全撤回洞口处了 只要退出去守住重洞口 再修整一番 天煞殿还可以再战 区区重巢而已 天煞殿不知道应付过多少次了 但背后传来的灵力波动 和一声声惊恐惨叫 却让他察觉到不对 连忙高声询问 很快得到回复 竟有好天蒙的人在洞口上面伏击 这是哪家势力 何等丧心病狂 他们驻地上的重巢难道不需要理会吗 尽管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但和蒙很快意识到 这次的处境简直糟糕透顶 前狼后虎 天煞殿被夹在中间 哪能有什么好下场 第二百二十二张仲全出击 何师兄 怎么办 一位浑身重血的六层进修士问道 要不要传讯成师兄 让他领人钱来接应 有人提议 与碧血宗这边应对 重巢清巢而出不同 其他宗门在应对重巢的时候 基本都会有弟子留守驻地 驻地是宗门的根本所在 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能大意 就拿天煞殿来说 这次出动的修士有五百左右 还有一百多人留在驻地那边 其中便包括了驻地的镇守 富士承伯 这也是各期曾经修士 不过才寄生没多久 眼下天煞殿修士处境不妙 重巢汹涌而来 重动出口还有好天蒙修士伏击 进退两难 想要逃出生天 让承伯领人钱来接应是最好的选择 来不及了 尽管驻地距离这边只有区区十里 可承伯聚集人手总是要花点时间的 等他们前来接应 黄花菜都凉了 随我杀出去 科蒙眸中闪过绿色 他不知那是哪家势力的人 形势竟如此肆无忌惮 可他好歹是个七层镜 也经历过几次生死 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到 他知道想要有活路 那就只有杀出去 继续留在这里就是等死 这次重巢的情况出乎意料 不知为什么忽然变得猛烈那么多 导致天煞电溃败至此 时间紧迫 和蒙一声令下 让左右挡住重巢 自己抽身退去 点了几个六层镜修士跟随 吃起膝后 重动下方 几位五层镜修士身子半蹲 双手叠在膝盖来 其中一人低喝 来 吃起战外 和蒙与那几个六层镜修士奔跑起来 瞬间就冲到那几个五层镜修士面前 一脚踏在同门湿地叠起的双手上 走 那几个五层镜齐齐怒吼之时 浑身凌厉涌动 双手猛的往上移送 和蒙等人借助这股力道 冲天而起 瞬间就扑至洞口上方 周身凌厉涌动 满面杀鸡的和蒙心中一凉 只因他看到重洞口处 四面八方挤满了人头 数量不下六七百的样子 怎么这么多 他之前听说有浩天蒙修士在洞口处埋伏 还以为人数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时间点 每个宗门都在处理自家驻地上的重巢 哪怕有多余的人手可以派出去骚扰敌对的势力 人数必然也不会太多 可现在看来 这个想法大错特错 六七百人 这几乎是一整个宗门驻地中的修士数量了 这家宗门真的不去处理自家驻地上的重巢了 种种念头还没转完 两道流光以先后袭来 紧接着打来的是一道道术法和灵符之威 身旁响起惨叫声 跟着他一起冲出来的几个六层镜还没看清眼前局势 垫下饺子一样朝下方跌落 唯独和猛 凭着一身七层镜的修为和手中长枪 挡下了几道攻击 然而紧接着 一道火红色流光便贯穿他的身躯 带出一捧热血 他身形急骤朝下方坠落 然而一条火龙紧追而至 虫洞旁 露夜有些意外 这些家伙挺会玩 他隐约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冲上来的 也清楚他们原本打的是什么主意 只可惜 敌人显然是低估了几方的人数和实力 这就导致敌人才冲上来露个面就没有然后了 虫洞下方 那几个江河蒙等人送上去的五层镜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师兄们去得快 回来的也快 一起回来的还有一条燃烧的火龙 啪啪啪啪的声音响起 一个个尸体摔落在地上 火焰席卷 传出焦糊味 那些正在借助绳索不断往上攀爬的天煞电修士也被烧得晕头转向 惨叫着跌落下去 何师兄 有人大呼 冲到何蒙旁边 扑面他身上的火焰 何蒙此刻已经气喘犹斯 他被露夜遇气打伤 又吃了一道火龙树 没死已失命大 他忽然抬手 抓住了那个五层镜修士的衣领 咬牙道 是碧血宗 方才落下的来的一瞬间 他见到了一头雪白大虎 看到了那雪白大虎身边的少年 哪里还不明白来袭的是什么人 说完这句话 何蒙脑袋一歪 没了气息 他旁边的五层镜修士双目含泪 然而此刻没有悲伤的时间了 虫巢已经涌出 虫洞口又被碧血宗修士堵住 何蒙身死 几个六层镜的师兄也死了 他们这些天煞电的人在无声路 此七彼伏的惨叫声响起 没有六七层镜的修士坐镇 剩下的人根本抵挡不住重巢 有些人不甘就这么死去 奋力朝重洞上面攀爬 但一样会死在碧血宗修士手上 那五层镜站起身来 抬手点在自己的战场印记上 一道续息传出 随即他提着自己的灵气 转身朝虫朝杀去 既必死无疑 那就死在这些虫子们手上 绝不能便宜了碧血宗的人 与他有同样觉悟的大友人在 一时间大战惨烈无比 不断的有修士惨叫着倒下 吃礼之外 天煞殿驻地 接到消息的程伯脸色陡然变得惨白 这首使河猛身亡 重巢难以遏制 重洞口又被碧血宗封堵 天煞殿进退两难 幸存者欲与重族决一死战 他连忙查探自身的战场印记 感受到印记中一道道熟悉的烙印 在接连消失 程伯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留守弟子 得到了重洞那边的消息 都急忙赶来询问 见程伯这个样子 哪还不知情况比想象的更糟糕 碧血宗 程伯咬牙切齿 双目充满了血丝 对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邻居 程伯自然是多有了解的 尤其是之前金光鼎大战之后 陆叶一战成名 程伯和何猛私下里聊天的时候 也曾表露对碧血宗的担忧和防范 这让天煞殿的两位镇守使稍稍安心不少 那路一夜就算在了德 孤身一人也难以成事 可灵溪镇守战之后 一个消息传来 顿时让两人都感觉不好了 碧血宗大开山门 广纳门徒 一下收了一百个记名弟子 依附过去的散修族有五六百 这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这些日子天煞殿其实对碧血宗那边多有防范 就怕那路一夜不够安分守己 好在他们的担忧有些多于 碧血宗那边一直表现的与世无争 谁曾想 这只是个假象 表面上与世无争 暗地里重拳出击 一下子把天煞殿给打蒙了 足足493位修士 短短两个时辰不到 竟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甚至连镇首使和蒙都死了 天煞殿自立宗以来 就没有出现过这么巨大的损失 路一夜 我与你事不两立 承勃地怒吼 响彻天煞殿驻地 仅存的百多位弟子无不神色悲戚 至此之时 从洞口处 碧血宗数百修士百无聊奈地等待着 自方才开始 便在没有天煞殿修士往上爬了 洞口下的惨叫声也吸收了不少 这导致大家想赚点功勋都做不到 又过片刻 再没有任何惨叫声传出 稀稀疏疏的动静从下方传出 是虫足爬上来了 几百修士顿时振奋起来 之前大家在虫巢中愉快地刷着功勋 结果一一过来把生机盒取走了 导致那边的虫巢枯尾 许多人都没尽兴 现在机会又来了 而且还是抢来的 加花不如也花香的道理 放在哪里都行得通 陈玉兴奋道 武师兄 杀下去吗 有过一次应对虫巢的经验 只要在如之前那般失为 碧血宗这边就可以再一次杀进虫巢中 陆叶摇了摇头 一挥手 撤 陈玉恶然 撤 撤 随着陆叶一声令下 几百修士轰蒙隆离去 尽管众人不知陆叶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这是镇守使的命令 无论是那些记名弟子还是散修 都需得遵从 还是之前埋伏的山峰上 几百人在这里修整等待 陆叶站在封顶眺望下方山谷 说是撤 可也就撤到了这里 花瓷站在陆叶身边 不解到你要做什么 陆叶望着下方山谷中慢慢聚集的虫族 隐约有些担忧咱们可能养了一批怪物出来 什么意思 花瓷皱眉 你没发现这些虫族的实力 普遍比咱们那边的要强吗 当然 实力弱得被天煞电的给杀了是一部分原因 但不是主要原因 那是什么 刺师兄之前跟我传讯提起过 与虫族作战 绝不要让虫族轻易得到修饰的尸体 不单单因为修饰体内蕴藏的能量很庞大 还有别的原因 虫族若是得到的话 会有很显著的增强 他轻轻叙了口气 天煞电死在虫洞中的人大概有多少 花瓷眼脚跳了跳 三四百总是有的吧 那完了 这边的虫巢不是外圈宗门能应对的了 第二百二十三张祸水东瓶 虫族的实力强弱 看体型基本就能看出个大概 那些拳头大小的虫族对修饰构不成任何威胁 脸盆大的约莫相当于两三层镜的修饰 人身长的那就要小心应付了 因为这大概率是六层或者七层虫族 在露夜让弟子们撤退半日后 下方山谷中密密麻麻爬满了虫族 其中不乏那种人身长的 众修饰看得暗暗心惊 皆都庆幸之前没有深入虫洞中 这边虫族的平均实力比碧血宗那边要强出不止一个档次 此前若是贸然深入虫洞 肯定会出现大量死伤 这还只是虫谷的情况 虫朝内的情况肯定更严峻 那里面必然不会少了八层虫族 搞不好还会有九层虫族诞生 露夜跟花瓷叮嘱几句 招来琥珀 翻身上了虎背 在众多修士的目送下 他骑着琥珀轰猛龙朝山谷中冲去 待到距离足够的时候 他抬手就是一道火凤凰树打出 轰进虫群之中 灵力爆开 几个虫族被冲击的身形翻滚 虫族这东西 对灵力的波动很敏感 所以在露夜打出一道竖法之后 便立刻有大量虫族朝他涌来 稀稀疏疏爬行的动静逆急至极 让人听了头皮发麻 琥珀咆哮 在着陆夜在虫谷外围绕圈 随着陆夜一道道竖法打出 身后跟着的虫族数量越来越多 还有蜘蛛一样的虫族对着他们喷吐蛛丝 站在山峰上俯瞰 碧雪宗一群修士都为陆夜捏了一把汗 在他们的视角中 陆夜骑着琥珀单枪匹马冲了下去 对招数不尽的虫族便是一通挑衅 引得大量虫族追击 谁也不知道陆夜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一炷香后 陆夜绕了山谷一圈 山谷内大半虫子都被惊动了 紧追着它不放 那些没追过来的也蠢蠢欲动 虫族与虫族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应 这种感应可以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些特别的 只有虫族才懂得交流 所以一般情况下 招惹了一只虫族 就等于招惹了一群 若是招惹了一群 那基本上等于把所有的虫族都招惹了 无数只虫族爬行追击 被陆夜引向北方 山谷却没有因为虫群的离开而变得空旷 因为虫洞之中源源不断的有虫族爬出来 加入追击的队列 从高空中府看 陆夜身后一条虫族汇聚的长龙 直连网虫洞所在的位置 真可以 花辞愣了一下 刚才陆夜跟他说了那个计划的时候 花辞总感觉不太靠谱 虫族没有理智 只会遵循本能行事 可现在看来 正是因为没有理智 才方便操控 他定了定心神 按陆夜之前的吩咐 领着碧穴棕数百修士也朝北方赶去 据此地十里外 是天煞殿的筑地 筑地中 这首富士成伯和一众留守的天煞殿休士还沉浸在悲伤和愤怒的氛围之中 谁也没想到 一场灾难正在轰隆隆地朝他们逼近 而这灾难正是被成伯心心念念的陆一夜送来的大礼 此时此刻 成伯正借助自己的印记传讯本宗 跟本宗的高层汇报筑地中的事情 得知这边损失竟如此惨重 一位长老当场吐血倒地不起 准事太大了 近五百修士在重动中 全军覆没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就在天煞殿一百多留守修士沉浸在悲伤氛围中 无法自拔的时候 一声爆响忽然传出 紧接着便是凌厉紊乱的动静 成伯霍的抬头 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反应过来 勃然大怒大胆 不知什么人 竟在攻击筑地的防护大阵 亲头悲愤 天煞殿虽止八品 可也立宗几十年了 这么多年来还没承受过这么大的屈辱 如今筑地中修士刚死了几百人 就有人前来攻击大阵 真当天煞殿是随手可捏的软柿子吗 他闪身而出 身后跟着大群神色悲愤的修士 抬头望去 立刻看到天上一道身影飞舞 背后一双火红色的灵力翅膀煽动 来者何人 成伯怒喝 他这一声喝 像是把来人吓到了 那火红色的翅膀挥动了一下 血素远去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欺人太甚 成伯怒不可接 有些没搞懂那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师 师兄 他身后一个修士忽然声音颤抖 脸色金具地指着前方 重阻 重巢 成伯此时也发现了不对 视野之中 大量虫族正朝这边蜂拥而来 那些虫族密密麻麻 排列成一条长笼 从虫骨的方向蜿蜒而来 一眼尽看不到尽头 成伯的脸色陡然苍白 终于反映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虫族不可能这么快就杀到驻地 正常情况下 虫朝是以虫骨为中心 朝四中辐射扩散的 对没有灵智的虫族来说 他们的行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会肯视沿途遇到的所有生机和能量 可如果是有人特意把他们引过来呢 毕血宗的贼子成伯一枪用火憋在胸口 无处发泄 那感觉别提多糟糕 哪怕毕血宗的人真的跑来攻打他们驻地 成伯也不会这么气愤 身为不同的阵营 本来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天经地义的事 可毕血宗的贼子干了什么 他们先是埋伏在虫洞口 导致以和蒙镇守使为首的数百弟子全军覆没 转过头居然又把虫巢引到了自己驻地中 这他们是人干的事 成伯自修行至今 就没遇到过心思这般歹毒之辈 这种人 五脏六腑恐怕都是黑的 师兄 怎么办 天下殿的修士们慌了神 刚才攻击大阵的人已经离去 可虫族没有离开 此刻正扑在大阵外 肯视着大阵流动的灵力 对虫族来说 这防护大阵灵力涌动 有极大的吸引力 眼下暂时无忧 因为来的虫族不算多 可只看那一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长龙就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的虫族会越来越多 护阵者全面催动防护大阵之威 其他人随我杀敌 程伯立刻传出号令 防护大阵是会一直开启的 因为灵溪战场的灵力很浓郁 所以一般布置在驻地中的大阵都可以汲取天地灵气维持自身的运转 不需要另外的消耗 好一点的防护大阵甚至可以将多余的灵力储存起来 以背后用 正常状态下 防护大阵只维持着最低程度的消耗 只有在预袭的时候才会全面催动 这个时候会消耗掉一些灵石 许多宗门驻地都布置一套防护大阵 富有的宗门会布置好几套 环环相连 如此一来 某一套大阵被破的话 还会有下一套阵法发挥作用 不过外圈宗门的大阵一般来说只有一套 因为能笼罩一个驻地的阵法很贵重 外圈宗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再者布置多了也没用 外圈的修士门实力普遍较低 很少会出现某家宗门驻地被攻破的事情 上次玄门攻打九星宗驻地是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 广传千里 就是因为这种事不常见 此时此刻 天煞殿驻地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前来攻打驻地的不是修士 而是重巢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哪怕宗门修士只剩下一百人左右 承伯也不能弃驻地而不顾 这是他身为镇守赴使的责任 性命可以丢 驻地不可施 今夕准确的命令下达 防护大阵的威能被催动起来 就在承伯准备领着剩下的弟子们杀敌时 驻地后方忽然传来紊乱的灵力波动 承伯一惊 连忙让弟子们在这边杀敌 自己则领了几个人前去查探 不多时 以承伯为首的几个天下殿 修士满面京剧地望着前方 防护大阵之外 密密麻麻全是人影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些人正在用竖法 用灵气拼命攻打着防护大阵 打得大阵光幕上一道道连衣弹过 前有重巢来袭 后有几百修士加工 承伯只觉眼前一片黑暗 差点晕倒在地上 他身形摇晃了一下 被身边一个师弟扶住 猛的一挥手 怒吓道 怒一夜 滚出来 尽管他不认识这边的任何一个修士 可也能断定 这些人必定是碧穴宗的 从朝前脚刚被人引过来 这边就由几百修士开始动手了 若说这不是早有预谋 谁信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自己低估了碧穴宗那边的心狠手辣 自家数百修士被堵在虫洞中 导致全军覆没 并没有让碧穴宗满足 他们这是要攻占驻地 因为攻占驻地对任何一家宗门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驻地怕是保不住了 程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单独应对重朝或者碧穴宗的攻打 他或许还能想想办法 可这样被前后夹击 谁也受不了 眼前一片黑暗 前途一片黑暗 碧穴宗 而等这般落井下时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有天煞电修士悲愤怒后 当即便由碧穴宗修士回应道 以前你们欺负咱们的时候 怎么不说什么天打雷劈 说话那小子乖乖在那里站好 等大阵破了 老子给你个痛快 第224章攻占天煞电 半个时辰后 随着天煞电防护大阵的崩溃 漫天荧光飘散 必学宗数百修士长驱直入 攻进天煞电驻地之中 大多数修士的表情都有些猛 在此之前 他们从未想过 攻占一家宗门的驻地竟这么轻松简单 要知道这可是外圈宗门 往往好几年都不会出现驻地被攻占的事 可自他们抵达这里 前后不过大半个时辰 天煞电的驻地就被攻破了 驻地内 天煞电仅存的上百位修士早已在 程伯的带领下撤回九州 哪怕他知道这一车自己前途无望 也不敢留下来等死 什么性命可以丢 驻地不能施之类的话语 平时喊喊就行了 真到了生死一线 自然是要保全自身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人死了什么都没了 天煞电驻地已经无人 所以如今只有碧血宗的修士和涌进来的重巢 按照陆叶事先制定好的计划 修为三层镜以上的修士掠过天煞电广场 在陈玉等人的带领下迎战重巢 三层镜之下的修士则分散开来 前往各处搜刮天煞电驻地 而陆叶则与花瓷直接冲进天煞电中 花瓷抬手按在天煞电的天煞柱上 借助自身镇守复始的权限 掠夺这天煞柱上的种种加持 陆叶是负责保护他的 他之前特意咨询过李霸仙 知道掠夺加持这种事需要耗费一点时间 所以不放心花瓷一个人过来 花瓷被谋尸围着 陆叶走到一张宽大的椅子前坐下 网口中丢了一粒灵丹 咬得嘎崩萃 紧接着他抬手点在自己的战场印记中 一阵翻找 他的战场印记内如今有很多烙印 都是在其海中添加的各大势力的镇守使或者副使 其中好几个势力的驻地都距离碧穴宗不远 其中有个吴吉萱与碧穴宗驻地只隔着冯氏的驻地 冯氏在碧穴宗的东边 而吴吉萱则在冯氏的东边 可以说两家宗门的驻地是把冯氏夹在中间的 陆叶在其海中 那位文质彬彬叫丁玉树的吴吉萱这首使便找他商议过 以后有空了联手打一打冯氏 不过那个时候整个碧穴宗也没几个人 陆叶没能给出明确的答复 眼下倒是个好机会 攻占天煞殿驻地超乎想象的顺利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程度了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连冯氏一起打了算了 他眼下凶为舰长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进入战场内圈历练 在他走之前 如果能将冯氏也打趴下 碧穴宗这边的处境无疑要好很多 他也能放心离去 不过这要看吴吉萱那边的意思 冯氏虽值酒品 可想要打下这家势力的驻地 必不会这么惊松 天下殿之所以毫无抵挡之力 是因为有太多人死在虫洞中了 冯氏可没遭遇这样的危机 所以想打冯氏 无极喧嘘得出大力 他们若是没办法出力 这个计划就只能夭折 翻找到丁玉树的烙印 陆夜传讯一道 丁兄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很快便得到回训 稳妥 以杀进重朝中 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解决 一夜兄那边是要相助吗 我可派些人过来 那倒不必 只是有一桩生意想跟你谈谈 生意 丁玉树疑惑不解 眼下正是对付虫洞的时候 怎么忽然要谈什么生意 片刻后 陆夜结束了与丁玉树的传讯 谋中露出思索神色 筑地边缘 以陈玉为首的众多修士证 阻止成一道防线 对抗涌过来的虫洞 眼下虫洞的规模不算太大 所以哪怕其中有不少人身长的虫族 碧雪宗这边也能应对 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虫朝源源不断 短时间内是杀不完的 好了 花瓷的声音传来 见他神色 显然收获不错 天下殿毕竟是八品势力 立宗几十年了 这么多年下来 天机柱上的加持数量不少 只从这边的天地灵气浓郁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的灵气比起碧雪宗那边还要浓郁 毕竟是一个宗门几十年的积累 单靠陆叶和花瓷一次灵溪镇守战带来的收获是没办法抹平的 掠夺加持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损耗 饶是如此 这一次碧雪宗也收获巨大 陆叶上前 与花瓷一番言说 花瓷听得眼皮子直跳 这也可以 本以为祸祸了一个天煞电就行了 没想到陆叶又把屠刀对准了冯氏 情不行 事实就知道了 不行也没损失 他之前祸害天煞电的时候也是类似的说辞 结果把天煞电给害惨了 花瓷忍不住为冯氏默挨了片刻 与碧雪宗驻地为灵 这两家万魔领势力可真是祖坟冒了清烟 孤笑声传出 散出去的修士们迅速聚集 陆叶和陈玉等修为高的断后 其他人则在花瓷的带领下迅速离去 片刻后 陈玉等人也接连退走 只剩下陆叶一个孤军奋战 高空中俯瞰 四面八方数不尽的虫族朝他蜂拥而去 急要将他淹没 火红色的玉气流光不断在四周穿梭来回 还有火龙不断飞舞和盘山刀闪过的刀光 斩杀虫族的同时 引起骚动和虫族的注意力 直到某一刻火红色的翅膀张开 陆叶冲天而起震翅飞走 几十战外 他落下身形 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琥珀立刻将他接上 陆叶回头打出一道火龙树 狂暴的灵力波动吸引下 密密麻麻的重组紧追而来 琥珀顺着陆叶指引的方向飞奔起来 虎背上 陆叶取出一瓶稀果酒引下 迅速恢复自身消耗的灵力 远远望着陆叶逃走的方向 陈玉一头雾水 他不回驻地吗 那个方向 可不是前往碧穴宗驻地的 花辞道 暂时不回 都跟我走 这般说着 他翻身上了自己的机关狼 领着几百修士号号荡荡而去 与此同时 某处重巢内 无极宣众修士在丁玉树的号令下 公式陡然加剧 本就不是对手的虫族立刻死伤无数 一个时辰后 虫巢最中心的肉囊被破开 丁玉树从中取出几块生机盒 第二百二十五张逢氏 最核心的肉囊被破 生机盒取出 虫巢很快开始枯萎 伤者打扫战场 其他人跟我走 丁玉树一声招呼 领着门下四百多修士顺着 虫道朝外行去 出了虫洞 仲修又立刻招一个方向奔赴 半途中有人发现了不对 因为这个方向并不是回驻地的方向 反而像是去逢氏的方向 当即有人激动的问道 丁师兄 咱们这是去打逢氏吗 打逢氏 这个好挖 早就看那些狗东西不爽了 上次我与张师兄还跟冯家一个队伍打了一架 杀了他们一个人 你们别说冯家那个小娘子挺好看的 这要是能抓过来给丁师兄暖床 嘿嘿嘿 吃地你笑得好猥琐啊 还有 别坏了丁师兄声誉 冯家那小娘子什么作风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她哪有资格给丁师兄暖床 那就给我暖床 我不嫌弃 都瞎咧咧什么 丁师兄 咱们真去打逢氏 明明才与重巢大战过一场 无极宣一群修士都消耗巨大 可听说要去打逢氏 却忽然都精神抖擞起来 显然无极宣与逢氏两家修士平日里没少发生摩擦 在灵溪战场中 每个宗门的驻地基本上都会比零两到三家别人家的驻地 其中必定有一方是本阵营的 因为如果被敌对阵营的驻地全部包围的话 那这家驻地的修士恐怕连门都出不了 驻地没有发展的前景 陆叶手上有一份十分图 上面标注了各大宗门的驻地的情况 她曾观察过 发现两大阵营的驻地如果连接起来的话 就像是两条大龙脚杀在灵溪战场中 逢氏比林的三个势力当中 除去一个万魔岭的 另外两家就是碧血宗和吴吉萱 碧血宗以前的情况摆在那 冯氏根本不需要理会 所以他们可以拿出全部的精力来对付吴吉萱 吴吉萱就没这个条件了 他们要应对的可不止冯氏一家 还有另外一家万魔岭宗门 平日理小规模的摩擦就罢了 可一代与冯氏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另外一家万魔岭势力必然会插手 搞得吴吉萱难受至极 双方的仇怨日积月累 自然两看两相艳 都闭嘴 最前方的丁玉树亲和一生 没有透露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 一方面是保密 人多口杂 说不定怎么就泄露出去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把握 尽管陆叶那边传讯跟他说成功率很高 可凡事总有意外 可以看出丁玉树在吴吉萱这边有很高的威望 他发话之后 修士们立刻都揭没了下来 默默的往口中丢灵丹 恢复自身 作为相处多年的老邻居 吴吉萱自然知道冯氏的虫洞在那里 丁玉树领着人直奔此地 声势浩大 留守在此的冯家修士立刻有所察觉 一边躲进虫洞中 一边传讯 少请吴吉萱四百多修士围堵在虫洞口 对着下方虎视眈眈 而正在虫洞中领着足中修士对抗虫朝的冯家镇首 富士冯连举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 他只是轻哼一声 便不再理会 被人堵住虫洞出口看似危险 实际上根本没有大碍 只要他们不轻易露头 吴吉萱就不可能拿他们怎么样 吴吉萱这边是不敢贸然冲下来的 除非他们想死 而吴吉萱不可能长时间堵在那里的 真这么干了 吴吉萱的驻地必定不保 冯家完全可以联合另外一个万魔领势力 对吴吉萱的驻地发起进攻 所以冯连举丝毫不慌 这个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到了冯氏驻地中 冯氏驻地的镇首使是个女修 换作冯月 听说吴吉萱那边出动了四百修士堵住了自家虫洞的出口 他也愣了许久 虽诧异吴吉萱这次处理虫潮的速度 可实在想不通他们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不过保险起见 他还是传讯一道出去 很快就有回讯 月妹妹有什么事 称呼很亲切 冯月几乎可以想到对方那丑陋的嘴脸 这让他一阵厌恶 但他自然不会轻易表露 将吴吉萱的动作跟对方说了一下 那边气眼嚣张 真是好胆 一个月没教训丁玉树那小子 这狗东西要翻天了 月妹妹放心 等哥哥我这边的虫巢处理完 就带人杀他们各片甲不留 冯月连忙回道 那倒不必 只是跟师兄说一下此事 这边的是冯家自能处理妥当 他才不会请求对方做什么 否则这丑陋的家伙肯定又要提什么无理的要求 万一在与吴吉萱的冲突中出现什么死伤 搞不好又要冯家赔付临时作为补偿 不过吴吉萱这边有这么大的动作 此时正是前去攻打吴吉萱驻地的好时机 按对方那好大喜功的性格 岂会轻易错过 整个过程中 他只是给对方提供了一些情报而已 在这两大阵营的修士交流中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不管事情怎么发展 都不关他的事 真是有意思 冯月端起一旁的水杯 轻轻抿了一口 哄 一声响动传来 冯月吓一跳 又被水给呛了一下 猛咳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一个冯家修士急匆匆跑进来 是什么人 冯月的表情阴冷 虽然他没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但方才那动静 明显是自家驻地的防护大阵被攻打了 这让他心中恼火万分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有人敢来攻打冯家驻地 来人神色惶恐 虫嘲 什么虫嘲 冯月皱眉 问话的时候 他隐约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 还有嘻嘻酥酥的动静 他脸色一变 连忙冲出去 赶到驻地边缘 抬眼看去 惊得花容失色 只见前方防护大阵的光幕上 爬满了各种各样的虫族 那些虫族个头都不小 人身长的虫族比比结实 爬在光幕上口气如动 啃咬着流动的灵力 被虫族啃咬之地 光幕明显变得薄弱许多 还有一些虫族从口中喷出绿汁 那绿汁落在光幕上 便传出刺啦啦的声响 腐蚀灵力 看着那铺天盖地涌过来的虫族 冯月浑身发凉 这是哪家的虫巢爆发了 这样的规模 已经不是外圈修士能处理的了 他第一个想到了吴极萱 但想想又不太可能 如果真是吴极萱的虫巢爆发的话 那吴极萱那边肯定忙得焦头烂额 怎会有几百修士去堵住自家的虫洞口 不是吴极萱 难道是碧穴宗 但碧穴宗不是招收了一百多计名弟子 还有几百散修吗 处理虫巢哪怕出现损失 也不可能让虫巢爆发到这种程度 而且就算碧穴宗那边的虫巢爆发 也不至于这么快跑到这里来 虫族会先肯试沿途的生机 直到寸草不生 才会层层往外推进 所以最开始的速度并不快 冯师姐 有人在旁边高呼 冯月立刻回神 此时纠结这是哪里来的虫巢已经无济于事了 不管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波虫巢已经到了自家家门口 若是处理不当 这次驻地就完了 快 全力催发防护大阵之威 冯月清脆的声音响起 很快 有冯家修士奔赴大阵阵机安置的位置 大量灵石被投入其中 以往积攒的灵力也被释放出来 加强大阵的防护之力 冯氏驻地背面三里外 一个斜坡下方 碧穴宗七百修士静静折伏在这里 若是以往 这么多人汇聚此地肯定很快会被发现 但眼下正是各大宗门处理重巢的时候 大量修士深入地下 少部分留守驻地之中 野外基本看不到人 这也是碧穴宗修士能安稳躲在这里不被发现的原因 武师兄 什么时候上 有人问到 尝过一次攻占别人驻地的甜头 大家迫不及待想要再来第二次 所谓十岁之位便是如此 不及陆叶一边回应 一边与丁玉树传讯 得知他们那边已经就位 而且吴极萱的镇守傅使也已经出发 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又抬头朝冯氏驻地那边看去 见他们的防护大阵安稳如初 心里不免有些低估 之所以没有立刻出手 一是因为要等吴极萱的镇守傅使过来 二来陆叶也是想多杀点冯氏的修士 单纯攻占别人的驻地 虽然也会让别人损失巨大 可若是在这基础上把人家的修士杀了 岂不美哉 按斯师兄所说 崇祖有一个很厉害的特性 那是破阵 崇祖的肯是对这种光木形的 护宗阵法破坏力极大 此刻冲出去的话 冯氏的应对肯定会跟天煞电一样 留守的修士撤回九州 将驻地丢下不管 所以陆叶祥等重组把他们的防护大阵破坏的差不多 再一举出手 到时候只要堵住天机殿 那么留守在驻地中的冯家修士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跑不掉 之前让天煞电的镇守傅使跑了很亏 因为一个驻地的产出是很多的 那镇守傅使的储物带中必然有不少好东西 这次可不能让冯氏的也跑了 攻占驻地这种事 一回升 二回熟 三回轻车熟路 路夜也是在慢慢总结经验 选择对己方最有利的方法 第226章冯月 冯家驻地中此刻已经乱成一团 防护大阵的威能催到极限 越多越多的重组赶赴而来 爬在光木之上 肯视着光木中流淌的灵力 站在驻地之中望去 那些虫族几乎贴着光木占据了所有视野 还有许多都爬到了半空中 冯氏这边投入大量灵石 释放了所有积存的灵力 也只能勉强维持大阵的威力不减 可虫朝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照这个速度下去 用不了几个时辰 大阵必然要被迫 冯月脸色苍白 直到这时他才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无极宣那边刚把自家的虫洞口堵住 驻地这边就被虫朝攻击 导致数百修士滞留在外无法回原 这是巧合吗 还是有人谋划了这一切 若是巧合就罢了 可若是有人暗中谋划了这一切 那未免太恐怖了 另一边 冯氏从朝中 得到传讯的冯连菊也慌了 如果没有无极宣的人 他们眼下还可以回原驻地 可有无极宣的人堵着洞口 他们哪敢冒头 更何况 他们这边的虫朝还没解决完 一时间心急如焚 却又无计可施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三个时辰后 冯氏驻地的防护大阵光幕已经暗淡至极 随时可能破灭 一旦大阵被破 那么重朝就可以长驱直入 以眼下这重朝的规模 单凭冯氏一百多留守修士根本抵挡不住 冯月浑身冰凉 从未想过自家驻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攻破 好在只是被重朝席卷 不是被修士攻破 如果是被修士攻破的话 那这次冯氏的损失就大了 正这么想着 驻地后方忽然传来轰猛龙的声响 紧接着紊乱至极的灵力波动从那边传来 冯氏众多修士本就惶恐不安 只等冯月下达撤回九州的命令 忽然生出这样的变故 都被吓了一跳 谁也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很快 便有冯家的修士从那边奔赴而来 高呼道有数百修士正在攻击大阵 冯月只觉眼前一黑 差点软倒在地上 这种关头竟有数百修士来攻打驻地 是哪家势力 完了 全完了 他方才还庆幸驻地只是被重朝攻破 可现在看来 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轰的一声巨响 大阵破碎开来 驻地前方压迫在防护大阵光幕上的 虫族哗啦啦掉落一地 更多的虫族涌入驻地之中 稀稀苏苏爬行的动静传入耳中 快回九州 冯月几乎是咬着牙发出这样的命令 说完之后便急忙朝天机殿那边跑去 此时已经有不少见识不妙的冯家修士朝天机殿冲去了 一道道身影冲进天机殿 借助天机注册回九州 然而见机快的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修士还没来得及反应 等他们跑到天机殿前广场的时候 前方乌啦啦冲过来数百修士 各个杀气冲天 为首的一个更是骑着一头雪白大虎 手中长刀挥动 一个逢家修士的头颅高高飞起 还有一道火红色的流光飞舞在这人身旁 一看便是玉器的流光 那是个冯月从未见过的少年 少年身上的灵光彰显了他七层镜的修为 可那灵光之精纯 时乃冯月平生谨见 哪怕是在宗内那些云和镜修士身上 他也没见过这么纯净的灵光 他亲眼看着这个少年大杀四方 冯是一位六层镜的修士 连他一刀都没有挡下 少年也发现了他 四目对视 少年眼前一亮 像是看到了什么惊喜 直接从虎背上飞扑而来 雪亮刀光在冯月面前闪过 这一刀没有杀掉冯月 倒不是冯月有本事挡下这一刀 只因在陆夜朝他扑杀过去的时候 这女人竟是身子一矮 双腿弯曲 干脆力锁递往地上一跪 同时还跟乌龟一样缩了下脖子 陆夜千算万算 没想到对方会是这样的应对 盘山刀从对方的头顶斩过 斩断几里发丝 自进入灵溪战场至极 死在陆夜刀下的修士数量很多 有还没反应过来就丢了性命的 有死战不退的 也有一些在死前求饶的 不过数量不多 一般来说 敌对阵营的双方交手 若是一方不是对手 基本没有活路 因为求饶无用 可如这女子这般干脆 直接跪倒的 还是头一个 这女人还是各七层镜修士 这也是陆夜见到对方眼睛发亮的原因 七层镜 这女人不是冯氏的镇首使就是副使 既然留守住地 那么好东西肯定都在她身上 只要杀了她 那就都是我的了 可这女人的反应把陆夜给搞猛了 方才一刀都忘记变招 落下身形 陆夜低头看着贵倒在自己面前的女子 她脸色苍白如纸 以头扣地 双手平身 因为这个动作让她那贴身的 衣裙将妖娆的身段攻勒的射魂夺破 陆夜抬刀预斩 刚才虽然猛了一下 但对方既是逢侍的七层镜 她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摆出这么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 只会让她更容易斩下对方的头颅 我是衣修 正味道有饶命 陆夜抬起的刀顿住了 皱起眉头 灵溪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交战双方如果在能不杀的情况下 都会尽量留下对方衣修的性命 以前陆夜不知道这事 不过现在她好歹也是碧血宗筑地的镇首使 平日李与水渊他们多有接触 也了解了很多战场上的常识 水渊还曾特意嘱咐过她这一点 恐怕也是看出自己这个小师弟杀心有些重 之所以会有这个规矩 一是因为衣修的数量稀少 二是因为大多数衣修不善伤人之术 哪怕兼修了法修或者别的派系 很多都是为了自保 衣修更多的时候是救人疗伤的 同层次修士的战力对比中 衣修永远垫底 三来留下敌对方衣修的性命 还可以给己方受伤的修士疗伤 当初在那邪悦谷中 庞大海跟陆夜和于小蝶指点派系之分的时候 也曾跟于小蝶说过 作为一个衣修 哪怕被万魔领的人给俘虏了 也不用担心会被杀 两大阵营交锋这么多年 虽说彼此恨不得都将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可这个不成为的规矩还是一直都在维持着 这也是在尽量避免双方衣修数量的减少 衣修难得 死太多的话 以后找人疗伤都麻烦 陆夜算是明白这女人为何一言不合就跪倒了 原来是有衣修这个身份 手中长刀斩下 伴随着冯月的惊呼 她的手臂上多出一刀剑骨的伤口 鲜血流淌出来染红她的衣衫 证明给我看 冯月连忙直起上身 强染着钻心的疼痛 抬起另一手朝自己手臂上的伤口覆盖过去 如水一般柔和的灵力开始涌动 陆夜就忍不住择了一生 这他们还真是个衣修 陈玉 前方正领着一大群壁血宗弟子抵挡重巢的陈玉闻声乐回 在 看着这女人 有任何异常 宰了她 陈玉低头看了一眼冯月 领命道 是 陈玉往前冲去 跑出两步又回头道 对了 把她身上的储物带搅下来 还有 问问她这边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知道了 待陈玉离去之后 陈玉看着跪倒在地的冯月 开口道 起来吧 刚才的话你应该听到了 储物带给我 冯月任命般的将储物带解下 交到陈玉手上 却没爬起来 只是抬着头 楚楚可怜的望着陈玉 我身子有些软 能不能扶我一下 这般说着 主动对陈玉伸出一只手 此理逃生的感觉实在太恐怖了 往日里对付男人的有效手段 在那少年面前竟是半点作用都没有 那家伙看自己的眼神 根本就没有看女人该有的神采 望着那柔弱无骨的白皙小手 陈玉一时心神激荡 不过抬头看了一眼那边正在沙虫族的陆叶之后 断然摇头 不行 自己起来 冯月的表情很优怨 慢慢起身 陈玉宁声道 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招 带我找你们这边值钱的东西 快点 这般说着 推了磨磨蹭蹭的冯月一把 冯月阴宁一声 听得陈玉骨头灯苏了 筑地被攻占了 人被俘虏了 现在还要带人家去找值钱的东西 冯月心里苦 不过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天机殿中 花瓷收回手 冲等在一旁的曹华红道 曹师兄请 曹华红哈哈一笑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般说着 把手放在天机柱上 尽情掠夺剩下的加持 一阵眉飞色舞 他是吴吉宣的镇首富时 之前陆叶让丁玉树带人 堵着冯氏的虫洞 让冯氏数百人没办法回原驻地 便是与丁玉树商量好了 攻下冯氏驻地后 平分天机柱的加持 即使一起出了力的 碧雪宗自然不可能吃毒食 在碧雪宗仲修等待的时候 曹华红便赶来与陆叶等人会合了 如今他只是跑了一趟 便得了大把好处 这种事 简直打着灯笼也难找 心想怪不得丁师兄对 碧雪宗这两位那般推崇 其海中发生的事他也听说了 好天盟之所以能反败为胜 全类碧雪宗两人在前期积累出来的优势 如今又从这边得了这么多好处 看样子以后要跟碧雪宗多多亲近才是 第二百二十七张要公平 瓜慈与曹华红将逢是天机柱上的加持瓜分了之后 数百修士便开始有条不稳地撤离 照旧是陆叶独自断后 一道道火龙树施展出来 借助灵力的狂暴吸引虫族的注意 很快 他所在之地便被包围的水泄不通 若没有飞翼刺吻 他是绝不敢这么做的 修士在不能预空飞行之前被这种数量的虫巢包围 实力在墙也难有发挥 早晚是个死 但有飞翼就不一样了 打不过可以飞 感谢云夫人 感谢长教 这一道刺吻给他带来的帮助太大 直到碧雪宗数百修士撤离至安全距离 陆叶才冲天而起 化作一道红光迅速消失不见 虫族追击了一阵 失去了目标 徐徐停下 开始按本能行事 北面天煞殿驻地被迫 修士死伤无数 算是被打残了 东面逢是驻地在被迫 虽说死的人不多 可损失也不小 碧雪宗这两个邻居可以说是被祸害惨了 陆叶暂时不准备将重巢再引到什么地方去 碧雪宗这边接连奔波大战 修士们都很疲惫 先缓一缓 而且算算时间 各大宗门重巢处理的都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哪怕把重巢再引到哪家万魔岭的地盘上 也很难再起到如之前一样的作用 眼下需要处理的是冯氏 冯氏的驻地虽被攻占 可死的人不多 这怎么成 都是碧雪宗的邻居 天煞殿已经那样了 碧雪宗总不好厚此薄彼 总要与路均沾的 否则便是对天煞殿的不公平 丁玉树还带着自家修士堵着人家的洞口呢 现在碧雪宗要做的就是前去与吴吉宣的人会合 然后关门打狗 争取一步到位 将逢事也解决掉 如此一来 以后在这方圆百里范围内 碧雪宗便可一家独大 群着众人撤离的方向一路飞去 很快与队伍会合 路道友 曹华红抱拳 脸上一片笑容 他眼下心情美妙 只觉四周的空气都是甜的 那边情况怎么样 曹华红将那边重动的情况 道知 冯氏那些人眼下是很绝望的 筑蒂被迫的消息他们已经听说了 但是被哪家势力攻占了筑蒂 到现在他们还一头雾水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冯氏留守的修士在防护大阵被破了之后 要么迅速被杀 要么借助天机柱返回了九州 根本来不及辨别莱迪的身份 唯一一个被俘的冯月道士 缓顾神来 通过那雪白大虎推断出了陆叶的身份 可眼下他哪里敢对外传讯 陈玉和恐牛一座一又盯着他 但凡他有什么轻举妄动 一箭一刀就砍下来了 棍杂在碧血宗数百人的队伍中 哪怕冯月已是七层镜 也感觉自己羊入狼群 无助又弱小 被困在虫洞中的数百修士之前 在冯连举的率领下尝试冲击了几次 结果都被无极萱的人打了回去 死伤了不少人 眼下那边的情况是双方对峙中 一方冲不出去 一方也不敢贸然下去 局面僵持着 听到这里陆叶不禁皱起眉头 这种情况着实不好破局 看样子还得想个办法才行 一缕独特的香气飘入鼻孔 陆叶不用扭头 就知道是花瓷骑着他的机关狼靠了过来 生活怎么样 不错 花瓷点点头 又道 你的生活也不小啊 嗯 这不是抢了个压寨夫人吗 听人说 他是冯氏的镇首使 花瓷朝前努努嘴 怎么就压寨夫人了 陆叶正要反驳 忽然眼前一亮 快速走出几步 来到冯月身边 低声跟他说了几句什么 冯月先是点头 紧跟着摇头 神色惶恐 陆叶拔刀 杀气腾腾 冯月使劲摇头 眸中含泪 楚楚可怜 盘山刀拔出 火红色凌厉攀附 冯月站定身子 闭上眼睛 等了片刻 脸有被斩的感觉 在睁眼 身边已没了陆叶身影 长呼一口气 死里逃生 腿又软了 他身后不远处 陆叶皱眉 他原本是想利用这冯月 他既是冯氏的镇首使 那么在冯家修士的心中肯定是有一定威望的 若是叫他给虫洞里的冯家修士们传递一些假情报 说不定能把冯家的人给匡骗上来 到时候必须踪其虚与无极轩联手 就能把冯家的修士杀个干净 陆叶本以为这是大概率没什么问题 因为从冯月之前的表现来看 这女人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谁曾想陆叶竟看错了他 他虽在见到陆叶的第一时间就跪下求饶 但真叫他去诓骗自家的族人修士 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 一副死也不会配合的架势 持官自身安危 他可以凭借依修的身份下跪求饶 保全性命 可关系到逢是 他却有一份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陆叶总不能真的把他砍了 一路前行 很快抵达冯氏的虫洞 两家修士会合一处 人数突破千人之多 陆叶与丁律树一起站在虫洞口朝下张望 丁律树跟他讲着眼下的局势 基本上跟曹华洪说的差不多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一夜凶可有什么好办法 我下去看看 这般说着 纵身朝下方落去 丁律树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这是何等的胆大妄为 探头张望 只见下方闪烁起灵力的光芒 剧烈的灵力波动传出 紧接着陆叶的身影冲天而起 轻飘飘落地 倒是没受什么伤 只是有些狼狈 最只惊鸿一瞥 可陆叶还是看到不少冯家修士蹲守在入口附近 谁下去谁死 他若不是有御守灵文 也不敢这么贸然行事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地下的通道塌陷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冯家有多少人都得活埋在里面 丁律树摇头道 我想过了 但凭我们的实力做不到这一点 地下的通道位置太深 他叹了口气 道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我们不能一直耗在此地 冯家那边肯定会有强者 从内圈或者核心圈赶过来 若是他们有足够多的功勋 说不定已经借助天机柱的传送返回自家驻地了 当然 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不大 功勋来之不易 修士们要花费功勋的地方很多 一般人都积攒不到太多的功勋 这一点陆业何尝不知 天机柱本身有传送之能 修士们可以借助蒙宗的天机柱传送回本宗 是距离长短 修为高低 传送花费的功勋不一样 他没亲自尝试过 只知道那需要花费一笔不菲的功勋 被碧血宗攻占的天煞殿和冯氏 林希静层次的修士不可能只有那么点人 他们两家的强者都在内圈或者核心圈中历练 听闻自家驻地被攻占 肯定是要返回的 此刻很可能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碧血宗和吴吉宣继续堵在这里 最大的可能是等来一批从内圈或者核心圈赶回来的强者 到时候局势对己方不利 不远处冯月策耳倾听着心中暗喜 这么想就对了赶紧走吧 只要碧血宗和吴吉宣的人撤走 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冯氏的驻地虽然被攻占 可族人死伤不算太大 只要有人总有东山在起的时候 有点不甘 路叶摇头 丁玉树失效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在想想 好不容易将冯氏的人堵在这里 就这么放过了着实可惜 这么说着 他扭头朝冯月那边望去 冯月连忙低头 低眉顺眼 宛若受气的小媳妇 这女人 骨头怎么那么硬呢 便在这时 丁玉树和曹华洪忽然都低头看向自己的战场印记 两人脸色齐齐凝重 曹华洪低喝道 师兄 知道了 丁玉树应了一生 然后望着陆夜道 一夜凶 无极轩驻地被攻打 我们要走了 陆夜亚然 谁打你们 石象山 对附近势力的驻地 陆夜自然是有些研究的 只略一回想 便知石象山是与无极轩接壤的万魔岭势力 位于无极轩的北面 石象山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攻打 陆夜话没说完 便忽然反应过来 朝冯月那边看了一眼 丁玉树也冷冷地朝冯月望去 自然是有人透露了我们的动向 他连忙召集门下修士门 对陆夜抱拳道 下次有机会的话 再与一夜凶合作 不忙 我们一起去 冯氏的人杀不掉 去杀石象山的人也是一样 丁玉树大喜 如此甚好 陆夜冲到人群中 一把抓住冯月的衣领 在他的惊恐大叫中 将他丢到琥珀背上 吃几息后 两方上千修士急速 朝无极轩驻地的方向奔赴 原本热闹的虫洞口 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其承在琥珀背上 冯月一直紧绷的心情放松下来 他也没想到 自己之前走的一步 贤其会在这种紧要关头发挥作用 眼下无极轩与碧血宗的人都走了 冯氏被堵在虫洞中的族人们就安全了 借助琥珀的颠簸 冯月左右瞧了瞧 发现没人关注自己 悄悄的传讯一道出去 无极轩驻地被石象山攻打 两宗修士奔赴无极轩 你们快跑 他没注意到 陆夜也在与丁玉树悄悄传讯 第二百二十八张回马枪 片刻后 陆夜冲丁玉树点头 忽然驻足 无极轩数百修士在丁玉树的带领下轰隆隆远去 碧血宗七百修士却是流了下来 虎背上 冯月连忙中段与冯连举的传讯 恶然打量四周 一只大手探了过来 一把抓住他的颈簸 将他从虎背上拽了下来 丢在地上 冯月满身尘土 惊恐地望着对他俯瞰的陆夜 多谢 嗯 冯月愣住 谢我做什么 陆夜网口中丢了一粒灵丹 慢慢咀嚼 跟你们冯家的人通风报信了 我没有 冯月自然不会承认这种事 但在对上陆夜那信念的目光时 终于反应过来 你利用我 自己刚才通风报信的动作虽然隐蔽 但若是有心人一直在观察的话 肯定会有所察觉 他这才明白 刚才陆夜将他丢到虎背上不是善心发作 而是给他制造通风报信的机会 可笑他还以为自己的屈从麻痹了对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刚才给冯连举传递的信息绝对是个灾难 而方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戏 一场引蛇出动的戏码 乌吉轩驻地没被攻打 冯月脑袋晕呼呼的 回想方才丁玉树和曹华红的神色 似不是作为 乌吉轩驻地确实被攻打了 不过相对于石像山 我对冯是更感兴趣 丁玉树已经带人回原了 一家宗门驻地不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 石像山那边只要不是失了理智 在见到丁玉树之后肯定会选择撤退 所以碧血宗去不去帮忙都一样 哪怕有碧血宗帮忙 顶多也就是多杀一些石像山的人 只要攻不破人家的驻地 就没办法让别人伤筋动骨 逢是就不一样了 驻地已被攻破 留在虫洞中的羞氏 若是死伤惨重的话 那必定元气大伤 最初听到丁玉树说 吴吉轩驻地被攻打的时候 陆叶确实是想带碧血宗前去帮忙的 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这或许是个机会 所以才会当机立断把冯月丢到琥珀背上 如果这女人足够老实 不给冯氏通风报信 那碧血宗就只能选择 跟丁玉树去持人无极宣驻地 可如果这女人不够老实 那冯氏的破绽就来了 反正无论怎么样 碧血宗都不会亏 冯月果然给冯家的修士们传递信息了 陆叶已经从被他留在那边的一一处得到了证实 此刻冯氏那边正有几个修士往外攀爬 准备查探四周情况 却不想暗处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 将他们的动向随时告知陆叶这边 争 盘山刀出鞘 直接刺下 将冯月的手钉在地面上 惨呼传出 鲜血直流 冯月泪眼朦朦的望着陆叶 他方才又想传讯 只有这一次机会 再有下一次 你死 陆叶拔刀 又让冯月低呼一声 陈玉 看好他 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直接斩了 是 都跟我走 陆叶调转方向 领着七百修士浩荡返回 重洞出口处 几个冯家修士心惊胆战地爬了上来 四周查探一番 确定之前汇聚在这里的浩天蒙修士已经撤走 这才松了口气 其中一人来到重洞口 对着下方高呼 没人 都快上来吧 被堵了小半天的冯家修士急忙往上攀爬 一个个爬出重洞 不片刻功夫 重洞外便汇聚了上百人 冯元局也爬了上来 正在尝试联系冯月 可一道道讯息传递出去 却是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应 这让他心头有些不安 不知冯月到底遭遇了什么 不过眼下脱困是最紧要的 而且还要赶回去将驻地收复回来 没有驻地 他们这群人就是无根之木 无水之源 固有强烈的灵力波动传来 冯元局抬头一看 只见一道火红色的流光 从不远处迅速掠来 他只来得及看清那流光是一道人影 来人就已经杀到近前 玉器的光芒亮起 直朝他胸口处袭来 冯元局手中长枪一挑 将那流光挑飞出去 强大的力量让他虎口发麻 身形也往后退了两步 方才站稳 陆夜的身影就已经从上而下铺置 盘山刀出窍 一刀朝冯元局斩去 冯元局架枪伸前 挡下这风锐一刀 近在咫尺的两人灵气僵持 刺目相对 冯元局感觉到巨大的力量压迫感 从前方袭来 你是什么人 他咬牙低喝 同为七层镜修为 自己的力量与对方镜有这么大的差距 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回应他的是盘山刀上闪过的一抹光滑 冯元局脸色大变 指觉身躯变得无比沉重 肩膀上仿佛压住了一座大山 本就在力量上有所差距 这一下竟是被直接压跪在地上 重压灵纹 这灵纹能产生一种奇特的立场 让立场内的一切都变得沉重 欲气的刘光自冯元局脑后飞来 冯元局此刻正被压制 哪怕察觉到危机也无力应对 流光破开他的护体灵力 洞穿后脑勺自口中飞出 陆叶纵身飞起的同时 几道竖法打在他原本所在的位置上 还有几顶灵器也砍了下来 指一个照面 同为七层镜的冯连举便惨死当场 这一幕让冯家众多羞士都震惊的毛骨悚然 高悬于天陆叶望着下方 微微抬手 玉气的流光穿梭 火龙树施展 与此同时 从他过来的方向处 碧血宗七百修士也杀了出来 才刚爬出来的冯家修士惊恐之下 纷纷往虫洞中跳去 然而火龙正在洞内咆哮燃烧 跳下去也凶多吉少 下方那些还没爬出来的冯家修士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刻正聚集一起准备离开此地 有人后退 有人前行 场面顿时乱成一团 固有数法的灵力波动从后方涌来 惨叫声传出 当场便死了几个冯家修士 是潜入这里的依依在杀敌 这地下四通八达的通道环境对她实在太有利了 杀几个人 网洞壁中一钻 敌人想找她都找不到 而且依依现在的实力也不低 等闲修士根本吃不住她一道竖法 这般制造骚乱之下 从洞口附近的局势更乱了 等碧雪宗七百修士赶赴此地的时候 洞口附近多了三十多具尸体 洞口下死去的更多 因为陆叶方才网洞内丢了好几道火龙树 冯元举已死 冯月被擒 冯家这边如今连主持大局的人都没有 仅有的六层镜也死的没剩下几个了 正顺着重道往深处逃窜 带门下修士赶至 陆叶率先跳进了重洞中 领着人随便选了一条通道 闲尾追杀 七百修士入重洞 分头追击而去 重洞口处 只剩下两人 是花瓷和冯月 冯月呆呆地望着四周的尸体 双目无神 心死如灰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只是传了一道讯息出去 竟演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花瓷就站在他身边不远处 温润如玉 虽然修为差距一层 但花瓷并不怕冯月会对他做什么 一修何苦为难一修呢 而且就算冯月真要动手 他也能让对方见识一下 什么叫种蘑菇 这也是陆月放心让花瓷看着冯月的原因 不过让花瓷没想到的是 冯月不知是不是受到的打击太大 从始至终都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没有要逃跑 没有要对他出手 直到第一批追杀下去的碧血宗修士返回 陆陆续续所有人都回来了 有人受伤 还死了一些人 在那种环境下与人交手 死伤是在所难免的 但相对敌人的损失 这些死伤又不算什么了 逃进虫洞中的冯家修士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被赶尽杀绝 陆叶传讯丁玉树那边 询问要不要帮忙 很快得到回训 石像山已经撤走了 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除非石像山真的想跟无极宣决一死战 否则在丁玉树带人回园之后 肯定会退去 真爱让打起来 谁也讨不了好 既是一宗驻地的镇守使 这点决断力还是有的 武师兄 下一家打谁 顾扬兴奋问道 他是宗内仅有的几个六层镜之一 一群人都满怀期待的望来 这接连奔波大战虽然疲惫 甚至伴随着许多凶险 但取得的战博也是极为辉煌的 灵溪战场自古以来 还没有哪个势力能在这么短时间 内连破两家敌对宗门的驻地 尤其这种事还发生在外圈 相比较内圈 难度更高 碧血宗还活着的修士 有一个算一个 都赚得盆满钵满 每个人都多了许多功勋和战利品 回宗 还打个屁 能把天煞殿打下来 是借助重巢覆灭了他们几百人 能把冯氏打下来 是借助了吴吉萱的力量 眼下各宗的重巢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再不可能将某个宗门很多修士堵在虫洞中了 堵不住别人的修士 强行去攻击别人驻地 哪怕可以再借助重巢 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更何况 天煞殿和冯氏的那些强者 肯定都已经在往回赶了 这个时候不回宗 万一被那些八九曾经 甚至修行了天际功法的强者逮到 碧雪宗这边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赶紧回宗要紧 只有回了驻地才算安全 第二百二十九章户宗大阵 跟着陆叶朝驻地赶回 几百修士一路上有说有笑 热闹至极 这一次出征的经历对任何一个修士来说都有些如梦似幻 大家先是处理了自家驻地上的重巢 紧接着往北杀进了天煞殿的驻地 灭了人家几百修士 攻占人家驻地 之后又往东南方向转战 打下冯氏的驻地 杀了冯氏数百人 此刻众人所在的位置 算是自家驻地东面六十里的样子 不远 赤一指不到半个时辰后 一行数百人便返回驻地之中 远远便看到天机殿广场前铺天盖地的虫族泛滥 天煞殿那边的虫巢 显然是已经蔓延到这边来了 在那无边无际的虫族包围中 小灰那庞大的身影格外醒目 他不时挥动着翅膀 从这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低头一拙 一个虫族便当场毙命 再一拙 又是一个虫族毙命 偶尔还抬起爪子抓几下 整个广场上 遍地都是虫师 也不知道他在这里杀了多久 见到这一幕 陆叶心头大定 他之所以敢把碧血宗所有修士全都带出去浪 就是因为驻地中有小灰坐镇 哪个不长眼的敢闯进来 小灰自会教他做人 眼下的局面陆叶也是想到了的 他带着几百修士在外面耽搁的时间太长 天煞殿的虫巢距离这边只有几十里 若无人遏制的话 肯定会蔓延到这边来 在返回的路上 陆叶就已经安排好处理事宜了 这里的虫族实力普遍较强 三四层进的很多 不乏五六层进的 倒是不见七层虫族 这里毕竟是虫巢的最外围 实力强的要么在虫巢之中 要么之前被陆叶引到冯氏朱蒂那边去了 因为早有安排 所以众人一赶回 便有条不稳定行动起来 一个各小队紧密相连 不断朝前推进 将广场上的虫族赶尽杀绝 这边亦有凌厉波动 更多的虫族被吸引过来 天机殿前 陆叶手按刀柄 面前一道流光飞掠 但凡有敢靠近天机殿的虫族 立刻便会被他预期斩杀 天机殿内 花瓷正将手按在天机柱上 之前从天煞殿和冯氏掠夺过来的加持 可以化作功勋转移到自家的天机柱中了 陆叶不知道将那些加持换算成功勋到底掠夺了多少 但数量肯定不会比他在其海中的收获差 虽说掠夺加持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损耗 但碧血宗这次可是掠夺了两家 哪怕冯氏那边的加持跟无极宣平分了 可无论是天煞殿还是冯氏都是经营了最起码几十年的宗门 他们天机柱上的加持还能少了 不片刻 花瓷从天机殿走出 买到了 贵不 好贵 花瓷说这话的时候一脸肉疼的表情 那也没法 别人家有的 咱们也得有 总不能一直这样 虽说有小灰在 可有被无患吧 知道怎么布置吗 他知道 花瓷拉了下身边站着的冯月 这女人虽然失魂落魄好像被人玩弄了身心一样 可好歹也是一方驻地的镇守使 比起陆叶和花瓷两个半吊子要强得多 对上陆叶探寻来的目光 冯月嘴角扯了一下 似是想挤出一丝微笑 可回想陆叶刺他手掌的一刀 又笑不出来 表情僵硬无比 走 陆叶招呼一声 领着花瓷和冯月招一个方向行去 没理会战场那边 那边的局势很稳 经由一次次大战 门下修士们的战斗经验直线提升 哪怕没有露业 应对虫朝也没有问题 一行三人来到驻地的边缘一角 花瓷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脸盆大小 四四方方的四目飞目 四金飞金的匣子 这匣子上面叼凿了各种繁傲的图案 如果细心去看的话 会发现这些图案全都是灵纹 这是镇基 布置驻地防护大镇的镇基 基本上每个宗门都有自己的驻地大镇 或防护或攻击之用 如之前的天煞殿 逢是都是有的 只不过大镇被攻破的同时 他们的镇基也同时毁灭了 所以这东西基本上 没办法从别人那里缴获 灵溪战场中 只有灵溪竟能够自由出入 以灵溪竟修士的水准 试炼制不出这样的镇基的 也不止不出足以笼罩一个驻地的镇法 镇基从哪来 答案是从花费综能功勋 从天机宝库中买的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单独 某一个修士能够承担起的 这一个多少功勋 陆叶随口问了一句 888 陆叶的心就跟着抽了一下 总共多少个 16个 陆叶心里随便算了一下 发现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好在这一次收获不小 而且花费越多 大镇的威能就越强 总是值得的 就这么放着 现在没时间处理 等回头有空了 可以将它买起来 或者做一些伪装 不行 得让人来看着 这可是功勋 陆叶传讯出去 不多时 便有一批修士 从天机店那边跑了过来 个个浑身重血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看好这东西 别让任何人靠近 是 其他人跟我走 在逢月的指点下 花瓷将一个个镇机布置在驻地各处 每个地方陆叶都留了两个修士看守 一番忙碌 总算布置妥当 而此时门下修士们也终于将驻地中的虫族清理干净 外面还有 正元元不断的涌来 但想要根除的话 还得杀进那天煞电那虫巢之中 取走生机盒 从源头上解决才行 否则这虫巢会没完没了 这已经不是外围修士能做到的事情了 哪怕是陆叶 现在也绝不敢进入虫洞之中 花瓷手上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玉盘 那玉盘上流光闪动 一个个小巧的灵纹在其中流淌 这是控制所有阵机的阵盘 是大阵的最核心之物 那些阵机哪怕毁掉几个 也只是影响大阵的威能 可这阵盘要是毁了 大阵就彻底废了 陈月在一旁跟他讲解 花瓷连连点头 随着他灵力的涌动 驻地各处忽然嗡鸣一声 安置了阵盘所在的位置 灵力涌动 彼此尖似是生出了奇妙的共鸣 紧接着 如水文一般的灵力 自十六个阵盘之中生出 朝四方弥漫 彼此融合 逐渐朝天空中汇聚 一炷香后 一个半圆形 笼罩着整个铸地的光幕成形 将铸地照在其中 大阵城 隔绝内外 有了大阵的保护 就不用担心 重足会随时攻进铸地了 虽说重足的肯是对大阵光幕有极强的破坏 但只要数量没积累到一定程度 光幕是可以自行修补的 那光幕本质上就是灵力的流淌 而在花瓷的控制下 碧雪宗的大阵光幕并没有完全封死 还留了一到几人宽的口子 所以重足们还可以顺着这个口子冲进来 但有修士党在这口子前 重足来多少都只是送死 这样做可以缓解大阵的压力 门下修士自发地开始打扫战场 修整自身 轮流镇守大阵的缺口 一切都有条不紊 大阵中有不少人受伤 花瓷便带着自己的那些帮手开始替人疗伤 原本驻地这边只有他一个衣修 还有些忙不过来 如今又多了一个冯月 冯月也不想的 他此刻心里乱糟糟的 满脑子都是与敌人沆瀣一气 坑杀自家数百修士 哪有心思去帮人疗伤 陆叶守岸刀柄很亲切的跟他交流了一下 冯月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情不自禁地投身到救死扶伤这项光荣伟大的事业之中 受伤的修士很快得到妥善的医治 又进练工房修整一番 吃了顿饱饭 顿时变得龙金湖蒙起来 以陈玉为首 连带着宗内的几个六层镜 在寝室陆叶之后 自发组织了几波对虫朝的反攻 占过颇风 然病卵 离过多久 新的虫族就再次顺着大阵的缺口打进驻地中 就在碧雪宗这边安稳度日的时候 外间却是风起云涌 千世天煞殿和冯氏幸存的修士传出去的消息 说碧雪宗在此次天灾爆发期间不处理自家的重巢 反而清朝而出攻打别人的驻地 至天煞殿 冯氏驻地接连被迫 门下修士死伤无数 进而导致重巢爆发 以至外圈修士束手无策的程度 荼毒无穷 消息传出 万摩领一方自视同仇敌凯 在表达了对天煞殿和冯氏的同情之余 对碧雪宗和其镇守使路一页自视 极尽所能的口诛笔伐 恶意诋毁 碧雪宗没有这个鹿一页之前 这一亩三分地上都好好的 哪怕有些摩擦 那也是正常的阵营对抗 可碧雪宗多了一个鹿一页 方圆百里就被搞得乌烟瘴气 如今重巢都打到好多家势力的门口了 连好几家浩天蒙的势力都被牵连 碧雪宗鹿一页 当已死谢罪 浩天蒙一方自视谈官相庆 外圈宗门驻地很少会被攻破 更不要说以一己之力连破两家驻地 关键是驻地被破也就罢了 据说那天煞殿和冯氏的修士 都死的没几个了 灵溪进这个层次 几乎被杀的断层 第二百三十张战后清点 这就有点恐怖了 谁也不知道陆夜是怎么做到的 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有人在栽赃污蔑 可万魔领那边传的有鼻子有眼 由不得人不信 而且浩天蒙才不管 碧雪宗攻占两家万魔领势力的过程怎样 大家都只看结果 对浩天蒙的人来说 在短短两三日的时间内连破两家宗门驻地 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事 于是乎 两方修士隔空交锋 吵得不可开交 整个灵溪战场的火药味一下子变得很浓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就有人发现 这次虫巢爆发的源头根本不是碧雪宗的虫洞 而是天煞殿的虫洞 所有虫族都是从那边涌出来的 这个发现无疑推翻了之前 关于碧雪宗的一些说辞 于是乎 两方吵得更凶了 眼下已经有不少内圈的修士赶了过来 尤其是天煞殿和冯氏出身的修士 来得最早 自家驻地都被攻占了 他们哪还有闲心在外游历 自然是急忙赶回 协助自家那些幸存的师弟师妹们重建驻地 除了这两家修士 还有别的势力的修士也赶来了 倒不是要看热闹 而是跑来杀虫族的 对他们来说 这边虫巢的规模已经不逊于内圈 在这里剿灭虫族自然也有功勋可拿 两边阵营的修士碰面 哪能少得了摩擦 一时间 重巢所在的区域野外 不时便有八九曾经修士在大战 甚至还有修行了天极功法的强者 导致这一片范围变得热闹至极 陆叶不知这一次的冲突是哪边剩了 在他带领门下修士返回驻地三日之后 重巢总算得到了遏制 有强者杀进了天煞殿重巢内 破了那核心的肉囊 取走了生鸡盒 今日是众人返回驻地的第四日 碧穴宗大镇维持着最低程度的运转 光目笼罩驻地 天机殿广场前 陆叶坐在台阶上 翻阅从云夫人那带过来的书典 聚今会神帝研读着 他前方的广场堆积了大量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都是门下修士之前搜缴来的 前几日重巢没处理完 就没清点 直到今日才开始清点 战利品这东西 自然不是谁抢到就是谁的 大家都是一起出了力的 总要统计一下 然后才好分发 武师兄 东西都在这里了 和西音上来汇报 陆叶音了一声 抬头望去 一眼看到好大堆东西 但他很快皱起眉头 因为那一大堆东西里面 很多都是桌椅板凳之类的 甚至还有锅碗瓢盆 这让他眼角忍不住跳了一下 这抢的都是什么东西 抱着双腿蜷缩在天机殿外一个角落处 神色落寞的冯月忍不住缩了缩身子 因为他在那一大堆东西里面 看到了好几样眼熟的家具 那明明就是他房间里的东西 碧穴宗这群人 你们是强盗吗 陆叶有些头疼 这桌椅板凳 还有被乳锅盆带回来做什么 他严重怀疑 若不是储物带装不下床铺那么大的东西 两家宗门驻地的床恐怕都要被搬回来 陈玉在一旁呵呵笑道 驻地这边现在什么都少 而且这两家的东西质量都很不错 这些椅子可以摆在天机殿中 以后大家意识的时候 也有各做的地方 他这么一说 倒也有些道理 尖把这些杂物都清理一下 谁想要的就拿走 围惧在四方的修士们立刻涌上来 场面虽然乱糟糟的 倒也没人哄抢 由陈玉先选了一些椅子送进天机殿中 剩下的各取所需 很快 住一板凳什么的都消失不见了 何西音还抱着一个预诊来到陈玉身边 武师兄 给你留了一个 嗯 陈玉因了一生 他如今在住地中一般都待在练工房里 不过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住处的 是陈玉之前带人帮他搭建的一间房子 位置极佳 旁边住着花瓷 不过那房子露夜还没去过 里面也没添置什么家具 不远处逢月眼巴巴的望着那预诊 内心哀嚎 那是我的 是我的 没了那些碍眼的事物 剩下的都是对修士有用的东西了 包括一些灵器 还有丹药 灵石 灵符什么的 数量最多的是灵器 天下殿那几百人死在虫洞里面 碧雪宗没办法收集他们死后的战利品 最后也不知道便宜谁了 这里绝大多数战利品的来源是逢是那几百人 每个人死后都有灵器遗留 光是灵器就有几百件 其次多的就是没打开的储物带了 数量基本与灵器等同 只有很少一部分储物带是打开的状态 里面的东西都被取出来了 这些战利品分配起来是个麻烦 因为没打开的储物带就算拿到手了 也不知道价值多少 说不定能凭此一夜暴富 也说不定一无所获 陆叶将门下修士分成十个队伍 每个队伍差不多有70人的样子 轮流上前自选战利品 比如选择拿储物带 那就拿一个 灵器也是一把 灵符的话可选两张 至于灵食 可拿20块 灵丹也是20粒 如此一来 是亏是赚 就看自己的眼力和运气了 一个个队伍轮流上前 有冒险选储物带的 也有稳妥点选灵器的 有缺单少要的就算灵丹 没有灵食就拿灵食 倒也说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 各取所需 如此过了两轮之后 剩下的东西不够分了 陆叶便让人收起来充公 等下次再有战利品的时候积累分配 开战之前 我有言在先 此次出战功勋获取前十者 可得临时奖励 前三者 可得一件酒精灵器 陈玉 再 功勋统计的结果怎么样 已经统计完毕 前十名单已列出 念出来吧 陈玉当即高声道 功勋获取排名第一 陈玉 喊出自己的名字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紧接着又往下面 出剩下九人的名字 不出所料 几个六层进的都在其中 让陆叶有些意外的 十一居然排名第二 这十人的奖励回头 花词会发放的 另外小队的功勋统计了吗 也统计了 第一个是哪个小队 和西音的队伍 人群中 和西音一下把身子站在笔直 咧嘴傻笑 陆叶冲他点点头 鼓励道 很好 再接再厉 你们小队每个人都可以对我提一个我力所能及的要求 可以现在提 也可以以后提 什么时候你们想好了 就来找我 另外 这次出战大获全胜 功勋获得很多 我跟你们六师姐商量了一下 给大家发点功勋 不多 每人二十点 全当宗门的奖励吧 此言一出 众修士都喜不自禁 虽说这次对抗重巢所有人都得到不少功勋 可功勋这东西谁会嫌多 而且每人二十点 近七百修士 那可就是一两万功勋的支出了 一时间无比庆幸当初加入或者依附避雪宗 只一次重巢便让人赚的盆满钵满 以后的日子还会差了 最后 本宗决定再收录两百记名弟子 从此次表现优异者中则取 名单不日公布 你们六师姐在天机殿等你们 还对找他领功勋去吧 七百修士立刻排成长龙 挨个走进天机殿中 又喜气洋洋的走出来 花瓷忙碌了半天 才将每人二十点功勋的奖励发放完毕 之后又将剩下的功勋全都购买了天机柱的加持 让天机柱的加持多达十九道 如此一来 整个驻地的天地灵气又有明显增加 比起野外赫人已超两倍 到了这个程度 再想提升驻地灵气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下一道加持需要足足一万点功勋来购买 钻上分发给门下修士的功勋 还有购买户宗大镇的 这一次碧血宗从那两家宗门处掠夺的功勋足有八九万 比起鹿叶和花瓷在其海中的所获都要多一倍 看样子 想要迅速提升宗门驻地的灵气 还是得去攻打别人的驻地 掠夺别人家的功勋 但攻打驻地这是不太容易 这一次能顺利是恰逢重巢 借助了重巢的力量 否则只靠碧血宗本身的实力 是不可能打下来的 或许可以联合吴极轩对那石像山下手 陆叶洞起了歪心思 可这也不妥 真这么干了 石像山那边不会坐以待毙 肯定会传训附近的万魔领势力 但凡有人趁机去攻打吴极轩驻地 来个微微救赵 吴极轩就必然要撤走 若是能有什么办法迅速破阵 那简直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愈发让陆叶觉得 自己的灵文之道要好好磨砺一番 可惜因那个小队的队员有六人 其中三人在随后的两日找到陆叶 表示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练功房 陆叶自然答应下来 凭借自身镇守使的权限 将其中三间练功房分配给了他们 又细心了给他们构建好聚灵灵文 新收入的两百计名弟子的名单也贴了出去 引起门下修士的关注 收入在名单中的自然喜不自禁 从朝已度过 门下弟子现在要丹药有丹药 要灵食有灵食 要功勋有功勋 驻地灵气又涨了一波 自然是都在疯狂修炼之中 但在这一片祥和的氛围之中 却有一个人与整个碧血宗都显得格格不入 那就是贝鲁来的逢月 最有器材的 继续 汪桃 耳编 动 发